我觉得我为咱们这段感情真的付出了很多 可你总是一副敷衍的态度 我只是希望你能多体贴一下我 有那么难吗 你的脾气真的是喜怒无常 点火就着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你的附属品一样 什么事都要听你的 一点尊严都没有 你永远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 在你心里 我可能还没有你那些手办和爱好更重要 你已经不小了 不能再这么幼稚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一文不值吗 咱们两个的想法真的分歧越来越大 我也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四川学生 女嘉宾小西25岁来自浙江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多久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谁追的谁 就是我追的他 我们在读了研究生之后才认识的 是同专业的研究生 对 我们都是一个班的 怎么样 就我俩有一些矛盾 我就觉得吧 我们性格呀什么爱好都不太合 然后家庭方面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挺难继续走下去的 就想来说一说 你是觉得难走下去了 为啥呀 他脾气特别暴躁 经常就有一些小事就喜欢大吵大闹 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嘛 本来挺开心的 他让我给他拍照 我也拍了呀 但是他就是觉得不满意 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来嘛 就在街上跟我吵得起来 声音大的就是那些楼上的那些人 他们就打开窗户来看我们在干什么 特别尴尬 我都告诉他该怎么拍照了 拍照视频也发给他看了 但是他每次给我拍照的时候 都心不在焉的 他给他前女友就拍照那么好看 给我拍照就那么丑 所以我不高兴 不是 你是觉得你没他前女友好看 还是觉得他把你拍丑了 我觉得他前女友好看 所以你这是吃飞醋你知道吧 我也觉得呀 都是一样拍的 但是他就觉得我拍的不满意 什么叫都是一样拍的呀 就是我都是 你给谁拍的上心呢 肯定是给他拍的更上心 你看你人马上能懂你看 行这个不是你的困扰 好像有很多到这个舞台的男嘉宾 都会这么抱怨 严老师你们女生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那么难伺候 为此我从来不让别人给我拍照片 我都自拍 就是别人给你拍的都难看是吧 对 但要光这样也就算了 后面还有呢 对 然后 就是他不光跟我吵架 他每次知道自己理亏了吧 他就喜欢冷暴力 要么就直接就跟我说分手了 要么就说要拉黑我 真的我都不知道 我们该怎么交流了